3月1号上午南投县政府特别举办感谢仪式 由南投副县长王瑞德颁发感谢状给当地各教会 感谢牧者同工的付出 约有20人参加现场气氛温馨热闹 那这么老远的请大家来 主要的当然我们是要感谢 各位在去年投入的 攜手爱无限家人关怀计划 大家为什么要来接受这个奖牌呢 我想我们帮助了769户 每户1000元的这个礼建 通告的不是在礼建有多少钱 或者有多少户 重要的是善行是要补及化 要大家发善心化为行动 所以我们这个活动是一个 把我们民间的爱 特别是教会对民间的关怀 积养出来 化为更大的力量 不是这些钱或这些人 而是我们通过这个活动 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 跟大家的配合 攜手爱无限以爱和关怀 帮助南投共769户脆弱家庭 也为教会打开福音大门 未来充满许多合作可能性 希望教会成为社福网络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